还有华星保险在三月要连续召开四场大型的企业雇主研导会 邀请了政府官员以及律师会计师为业者深度解析 时下的政策改变以及相关法规 2018年美国30年来最大的税改上路 移民政策加紧 劳工法越来越严格 一系列的改革需要广大华人业主们深度的了解 才能避免走入雷区 华星保险在三月份将连续召开四场大型的企业雇主研讨会 邀请到了美国白宫代表 国税局 国土安全局 移民局 劳工局 加州劳工局 就业发展部门等多位政府官员 为业者权威解析相关的法规和因应措施 并且搭配了资深的商业劳工法律师 公司税务会计师 商业保险专家 帮助业者完善公司制度 仿患于未然 装管旗下 解答广大业主的疑惑 最近看到了所有的这个报章杂志 上面有在提到全加州是美国诉讼 尤其是民事诉讼 讲得更直白一点就是告老板 从老板身上挖钱的这么一个州 加州 那在洛杉矶地区我相信应该是全美之冠 老板被告的最多的一个地区 那包括我们现在劳工保险都还有所谓的territory surcharge 也就是说对加州洛杉矶 这些地区的话 劳工保险公司在卖保险的时候 都还会多要charge另外一个费用 就是说这个诉讼的实在太凶了 很多老板说我公司是小公司 不会被告 实际上面我们最近看到很多案例 一个很简单的医生诊所 医生 护士加柜台小姐三人 这样子的小小的公司 老板也被告了 工时 工资 10分钟的break 然后7个人的小餐厅 一直搭到几百个人的公司 那几百个人的公司 被告的各式各样的理由 你看都会觉得说有点莫名其妙 可是这样子这样子都是我们 每天在做生意的老板 活生生要面对的 种种的这种诉讼的问题 那怎么样能够让你知道 你如果说不知道被告 已经很冤枉了 那就是怎么样让你被教育到 让你知道说现在 这个2018年的风险 存在着什么地方 让你能够好好的 高枕无忧的 能够来做你的生意的话 请就来参加我们这次的Semina 研讨会备有精美的茶点招待 现场可以免费咨询 政府官员和行业专家 首场研讨会 将于3月1号周四下午1点半 在安大略机场酒店举行 其后三场将分别在 圣盖伯 尔湾和哈岗举行 免额有限 想要参加的朋友们请提早报名 讲座仅限公司负责人 和相关的高级主管参与 免费报名与活动详情 您可以参考华星的保险官网 或者是拨打热线报名电话 进行了解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看